所以未知生焉知死 在我們的看法裏面就是 如果你現在活得不夠好的話 你未來的死亡一定是死得不太好 如果你想死得好的話 那就麻煩你活好些 首先其實題目定得很好 未知生焉知死 例如儒家的一些學說孔子的話 但是如果放在佛教裏面 其實怎樣可以合用 以及套用到 你可以運用到佛教的智慧呢 其實你現在怎樣活 就是正正你有一個怎樣的死亡 所以未知生焉知死 在我們的看法裏面就是 如果你現在活得不夠好的話 你未來的死亡一定是死得不太好 如果你想死得好的話 就麻煩你活好些 其實怎樣才是好的標準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首先要帶出幾個重點 第一 其實在佛教看 如果一期生命就算了 然後大家就會有一個好的去處 就完結 好像以前中國未有佛教的時候 一期生命完了 雲歸天,柏歸地 詩經楚池已經有很多這樣的文句出來了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死後世界 一期生命就算 其實現在大家形形逆逆 為什麼呢? 修什麼行 也不需要修行 大家好好享受一下 對於你的親人對好些 有得吃的就吃好些 有得喝的就喝好些 你不需要修行的 因為一期生命就算了 你沒有美根 你沒有後果 很OK的 即是我們都不用出家了 在這個方面 我很有感受 所以第一個重點 一定要帶出的 在佛教看起來 因為每一個眾生的起點 即他出生的那一刻 並不是零開始 你有一定的家庭的環境 有父母親對你的教養 有你的文化 有你的膚色 甚至乎有你的基因 你的jeans 譬如說有些人對於數學特別好 我也是特別有感覺 因為我到現在 五加七是多少 我都要掃手指 那你說 我會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不是零開始 為什麼我不懂得做美術的 為什麼我不懂得計數 我的腦子只是用來 把文學和文化 倒進去 我可以的 但是你叫我計數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會問 如果不是零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的過去 讓我有現在的現在 為什麼我這期生命 有一些 某些的長處 某些的短處 某些的習慣 某些的脾氣 某些的性格 故此 在一個這樣的現象裡 佛教就說 如果你不用過去生 你沒有辦法解釋到現在的這個你 好了 現在用一個這樣的邏輯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了 沒有人要去證明有沒有來世 但是現在你面對著的所有情境 似乎不用過去生 你是沒有辦法證明到 或者沒有辦法解釋到 為什麼現在這個你 是一個這樣的樣貌 你遇到生命裡那麼多人 你有你的智慧 有你的長處 有你的性格 如果你不用過去世 這種理論 你沒有辦法合理解釋到現在的這個你 故此 用這樣的邏輯 我們可以很明白的是 如果你現在 這一期生命 活得不好的話 你可以想像 你未來的你 要如何處理這些 所謂的因果上的責任 這是一個所謂的論點一 都可以的 第一個重點是 三世論 正正要我們去明白到 你現在怎樣活 就有一個怎樣的未來 那個未來包括死亡 和下其生命 好了 第二個就是 未知生焉知死 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佛教如何看待生命的意義 很多人都會問 尤其是在三世的因果上 有人會認為 既然佛教都說 你前世做了一些事情 就注定你今生 那其實怎樣活就沒有意思了 好像一個劇本寫好了 那你就純粹去演繹那個劇本 不是 借用基督宗教一句說話 其實是有自由意志的 大概一個框框你是有的 就是你剛才我們說了 父母親 基因 甚至乎一些性格 有的 但是性格有沒有改變呢 有改變的 到了一個位置 好像一些人生交叉點的時候 你作出一個什麼的決定 你是有自由的 沒有人逼你去決定的 好了 所以 從佛教看起來 生命的意義 其實是一種改善的機會 所以我們怎樣去看生的意義呢 其實就是生的意義 是讓大家有一種 Well-prepared 去Well-prepared for什麼呢 Liberation 解脫 你有一個好的機會 讓你好好的去為你的解脫 去做好準備 這個是我們去看生命的意義 所以你說 問我未知生焉知死呢 很簡單 我現在整期生命 我經常說我在佛教界36年 我今年36歲 你明白吧 我現在36年就放下去了 可能未來還有一個36年 然後就拜拜 七十多歲就夠了吧 當時老到噴噴聲 我們還以為是出家的 獨身的 到時候都不知誰理我 我在徒弟裡每個都比我老 對不對 到時候 對的了 七十多歲 到了八十歲 那個死亡的時候 我覺得 我已經用了八十年時間去準備 我應該會走得好了吧 OK 好了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原因是 其實怎樣才可以叫做Well-prepared for死亡呢 第一 我們要明白到的是 如果要不停地生死輪迴 對於眾生來說 這件事是苦的 好了 我們今天的第二個重點就是 講明了 究竟生苦不苦 死又苦不苦 對於佛教來說 很多人認為 佛教應該好像很消極 佛教好像說不好 也說無常 其實是不是呢 我告訴你 兩體 你什麼都不做 你被迫住的 硬吃的 那一定是不好 但如果你有些事情可以做的話 生可以不苦 死亦都無憂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說 其實生的意義 第一 如果我們說生命裡面 充滿了很多無常和無奈 因為我們今天不講明相 不講佛教 尊有名詞 其實無常就是無我 無我你不懂得解釋 我當無奈 你無法自主 在生命上面 充滿著無常和無奈 如果我們往往都因為面對著這些無常無奈 而有很多煩惱 好了 很多煩惱之後 你儲了一期生命幾十年 在佛教的看法上面就說 我們現在這期生命裡面 所織織的所有習慣和念頭 就會注定了你有什麼死亡情境 所以不是偶然的 人們經常說 佛教很容易 如果正土法門 臨終的時候唸到佛 那便能夠得生正土 那要不收那麼多行 你臨終唸不唸到佛 這個有什麼條件呢 簡單而言 我們就說 臨終你有五個基本條件 你應該可以好好把握念頭 第一 預知時至 知道自己要去 幾時幾日 還有多久 第二 身無病苦 身體無病的痛苦 沒有什麼影響到你 然後 心不貪戀 心 你對於這個陳世間 沒有任何的執愛 好了 第四 意不顛倒 你的心裡面 什麼叫做顛倒 明知死你不瘤 什麼叫做顛倒 執有為無 然後執無為有 或者執無常為常 這些就叫做顛倒 到最後 預入禪定 如果你有這五個條件的話 你的死亡簡直是一個黃金機會 是啊 你有一個黃金機會 你就走得好 所以現在我們的問題就是 如果一期生命裡面 我們充滿了那麼多不同的煩惱 那麼多不同的執愛 到我們這樣的習慣 積累了七八十年之後 那個死亡的情境 會是一些危險 好了 我們就說 一個什麼的死亡情境 就會帶來一個怎樣的來勢 簡單而言粗略地說 貪煩惱多的 雜氣重的話 我們就要往臥鬼道而生 貪生痴 好了 親煩惱就是親恨多的話 就會往地獄道而生 然後如痴執著的話 就會往畜生道而生 如果我們在這期生命裡面 有把握改善到這些問題 似乎培養到這些好的雜氣 有一個出生天的機會 所以生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生是一件好事 生苦不苦呢 就 depends on 你有沒有給那些無常和無奈去影響 可以吧 不難吧 好了 現在我們來了 問題就是 生如何是苦呢 因為充滿了無上無我 那如何不苦呢 嘩 這件事真的影響很大 而且很難 怎樣生存得不苦呢 其實人很苦 今天大家吃了飯沒有 早餐吃了沒有 吃了 那如果我們現在這個講座 由我開始不停地這樣 不停聚地這樣說 其實說到夠鐘都不閉嘴 說到四點鐘都不放大家走 你覺得苦不苦 苦的吧 是吧 你明明就是預了一個時間 在這裡聽一會兒 然後大家就唯一唯去吃飯 是吧 是啊 很明顯 吃完飯 然後就有你們下午的安排 那現在我說 沒有飯吃 不給酒 下閘和放狗 那你就會說 嘩 那我很苦 當下那個苦是什麼 苦不是純粹一種suffering 苦是你沒有辦法控制到整件事 苦是因為你那個外圍環境 不停在變化的時候 你充滿了無奈 你不能夠將一件利益理的事 去不停保持著一個利益理的狀態 這樣叫做無常 而你沒有辦法控制的 這個部分我們叫做無額 苦 那你有沒有有時候 有時候苦一點 有時候沒有那麼苦 其實你時事都那麼苦 只不過你不覺得 就是說利益多一點的時候 你就不理了 那利益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你就覺得不行了 現在我不是多滿意 那麼這個人生裡面 我們就說 你經常都是 好沒有性格地 給外景的無常無我牽著走 好了 簡單而言 那怎麼可以生得不苦呢 生存在這個世間裡 沒有問題呢 其實不是叫你去逃避 好了 其實是要一個什麼問題 要有什麼可以做呢 是純粹告訴你 你可以認清那個無常無我 然後去做些事情 你認清他就可以了 你明白他是這樣的 明白的時候 你可以改善一下條件 你就改善了 如果不可以改善的時候 你就好好去應付它 對待它 所以在佛教看起來 生不苦之餘 還可以給你更多的機會 去迎接 或者準備一個好一點的未來 好了 故此 在我們看 你如何生就注定有一個 如何死亡的話 在佛教的看法 其實死亡就變成一件 很neutral的事 很中性的事 他沒有說好還是不好 如果你有把握的話 他就變成一個黃金的機會 讓你好好解脫 解脫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簡單有淨土法門 有禪宗的法門 甚至乎有人在這期生命裡 自己已經可以好好地去解脫 沒有貪親癡 只有三條路 所以現在佛教最流行的 就會變成淨土法門 現在我們就說到 如何死亡才能不苦呢 我想把它變成兩個獨立的部分板塊 和大家討論 對於在世的親友 也可以不苦的 對於已亡的亡者 也可以不苦的 如何處理 好 第一 你要明白 死為何會是苦 死 死 本來正在病 病到死那刻苦 什麼 解脫 病是苦 但對於死 死的時候 對於死者 對於亡者 最慘是哪件事 和親友分離 同意嗎 第二 她最慘是哪件事 她的來生去處 有很多uncertainty 她不知道是怎樣 所以她很無奈 她很害怕 很惶恐 所以對於死者來說 對於親友分離 和自己未來的前路茫茫有點恐懼 對於在生的人 一樣 她苦苦什麼 為何親友離世這麼慘 不捨得 愛別離 第二 她也覺得 她已經離世 我有什麼可以幫助她 好像是局式的 我唯有迎接她的死亡 但是 裡面我有什麼可以做 你很無奈 但是現在佛教說 其實死並不苦 Depend on 你有什麼做過 以及你可以為亡者做什麼 好了 如果對於一個亡者來說 如果她的死亡 只是一個短暫的分離 她有重序的機會 你還覺得有沒有那麼慘 就像小孩去外國讀書 會回來的 慘不慘 不慘 因為她很好的發展 讀完一個學位回來 她自己可以自力更新 甚至乎貢獻社會 甚至乎出人頭地 你就會覺得 一個短暫的離別 換離她 一個很好的未來 在佛教提起上 如果她往生淨土之後 其實我們能夠和這些親友 重序 那就變成對於死者來說 她有重序的機會 對於親友來說 也沒有那麼慘 只是一個短暫的分離 比移民好 有些人移民未必翻 第二 如果你作為親友 你能夠為那個望者 貢獻一些東西 不是什麼都不能做 你可以貢獻到 你可以為他鋪路 為他可以營造一個更好的來生去處 你有沒有純粹是局食 去接受他死亡 那麼無奈 你就變得沒有那麼無奈 故此 我們現在說 其實死對於往生的人 對於在世的親友 怎樣才可以不苦 或者沒有那麼苦 其實有些事情可以做得到 好 最後 其實這個重點 就是做好新鮮滾熱 原來現在英國 有一個醫生 他其實已經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去做一個靈魂的研究 他研究出來的結論就是 他找了一百個有憑死經驗的病人 那些一百個裡面有七個救得回 即是那些心愛額之餘的那些救得回 救得回之後 他就說 他在死者的天花板的某個角落 放一些小東西 如果救得回之後 其實那些被救的病患 應該說得出 只有他才知道那些小東西是什麼 好 在一百個個案裡面有七個救得回 七個都說得到 究竟他放上去的小東西是什麼 所以這個英國醫生叫Sam 很容易記 叫Sam Sam 現在他們有更新的理解 其實就是 原來他不用靈魂 他用意識 佛教就用神識 他說意識 其實現在這樣的研究 他是可以獨立於大腦來運作 即是大腦停止運作 心臟停止運作 有一件事他會飆出來 而飆出來的時候 他有一種離開肉身 然後往上空飄走 的一個這樣的動作和習慣 現在作為一個尾巴告訴你 如果沒有這個會離開肉身飄走的東西的話 人死就死了 即刻就close file的話 大家這個講座也搞不成 即是沒有東西好聽 死就收工 不要搞那麼多 但現在好像是 世間科學慢慢逐漸 都去證實了一個靈魂的存在 或者佛教講神識的存在 那怎樣才能令到這個神識 好像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去往一個光明的地方走 而令到我們在生的人沒有那麼苦 令到死者也有一個好的去處 那似乎我們應該要知道 原來我們有重聚的機會 我們可以運用這一期生命裡 你有的有限資源 去創造一個光明的未來世 所以在這裡我們總結一下 佛教怎樣看生和死呢 其實生死一餘 只不過是一個不同站的車程 你在這裡上車 你在某個站裡面下車 但是我們現在就說 在這個上車下車的期間 我們充滿了很多無奈 而在上車下車的期間 我們在一個車卡裡面 跟某些親人或者跟某些人相遇 然後培養了一定的感情 但是我們因為某種無奈 在某個站停下來之後 然後有某些親人要離我們而去 他要下車 那我們覺得很不安心 很無奈、很被動 那怎樣才能認清到 哪個親人在哪個站下車 我們又可不可以拿到一個 好像叫做Superior的一個pass 我們可以在每個站 我們喜歡上車就上車 我們也可以幫到那些要下車的親友 當他們下車的時候 可以輕輕鬆鬆 或者愉快地上路 這才是佛教修行的目的 也是我們弘法的宗旨 所以希望在這次的講座裡面 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佛教人生的智慧 多謝各位 大部分人對於死亡有恐懼 是因為他對於人們怎樣死的 死的情境會是怎樣的呢 死後去哪裡呢 他有很大的部分 有一些未知做的困難 還有一遍 還有一遍 旁邊的地方 我就不可能 把熱門放在小細 還有一遍 好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